Hello,大家好,我是健虹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终身成长的话题 疫情以后呢,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往的工作,生活都需要调整 无论是在原有的技能上拓展新的方向 还是完全颠覆以往的活法 去彻底学习一项新技能 都不可避免的需要大量的学习 也是今天话题的由来 前几天呢,跟一个很久不联系的朋友聊天 他原本是新闻行业,做记者以及播音 育儿和疫情打断了他原有的工作脉络 现在刚刚找到了一些关于直播和配音的工作 一余时间呢,还学习和参加了保险业务 他现在从事的工作和以往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有一部分呢,是在原先的工作上有了新的拓展 另一部分关于保险呢,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 他对我说在参加保险业务的培训过程中 一方面他学习了非常多的知识和得到了很大的成长 另一方面呢,他说很多从外在看起来非常普通 甚至不起眼的行业和岗位里面 其实蕴藏着很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 所以他非常感谢这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后疫情时代,每一个人都在努力适应和拓展新的生活 这个过程就需要我们大量的学习 包括我自己,我原本是艺术家和教师 疫情把原本的工作全部打断了 但又因为疫情期间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网络上 从而又引发了进入自媒体行业的想法 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我们人总不能停在那儿吧 总得做点什么,不断地往前走 感恩大环境的逼迫 让我们从原来的舒适区走出来 去接触新的领域,新的技能 去做自己喜欢和力所能及的事 前几天我看了一个访谈 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对吴景岩的一段采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沿喜攻略》 四年前非常火的片子 里面的女主角就是吴景岩 她原本是一个舞蹈演员 十岁就进了舞蹈学校 跳了十三年的芭蕾 后来因为演了《沿喜》被大家熟知 她说,从小为了跳舞 她和她的家庭都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每次她演出,父母亲都会来看 但是在舞台上却总是找不着她 因为她是跳群舞的 就是一大堆人一起跳的那种 永远站在舞台的最边缘 很难被发现 她说,舞台上会有一束特别的光 打在主演身上 会被所有的人注视 而她呢,永远都不知道 那束光打在她身上 会是什么感觉 因为《浪姐》的这个节目 她得到了那一分半钟 在舞台上跳芭蕾舞的机会 拥有了那束 只打在她身上的那束光 她说,就这一分半钟 她等了那么多年 虽然只是一分半钟 但是她觉得,值了 看,每个人都有她的过程 甚至是在换了跑道以后 原来的东西才被看见 不光是疫情 生活中所有的变化 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终身学习,终身成长 谢谢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